今天讲一下孔子怎样选侄女世的 孔子将侄女嫁给一个叫南庸的人 他评价南庸这个人是一个君子 孔子怎样说呢 孔子就说他 邦有道不废 邦无道免于盈禄 即是说南庸这个人 如果在国家正道清明的时候 就肯定会出来做官 就不会耍废 但如果国家黑暗的时候 他也不会被抓到 免于这个营绿肯定可以保存自身 看下孔子怎样选侄女世 我们看到孔家的处世之道 就是说如果国家有所作为的时候 你一想定要挺身而出 不可以收缩盲盲 但如果国家黑暗的时候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保存自身 孔家是不主张无谓的牺牲的 留下有用之身 才可以静待时机